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802.2 802.3 真容计等等等等 这些专用的网络名词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如果要是有兴趣呢 大家可以自行去查阅一下 如果要是没有兴趣呢 大家只要知道 这些呢都是一些专有的一些网络协议 他们的目的呢 是为了向第三层网络层提供一些服务 以保证网络的联通性 或者说高性能的传输 大家只要知道这一点就好了 关于网络层的重点呢 是索门的这些 首先呢第一点 它的数据单元是PDU 数据单元PDU是数据包 第二点呢 它的基本任务有三个 第一个IP变质 第二个路由 第三个封装和解封装 关于第三点 我相信大家如果 前两个 大家如果还记得话 封装跟解封装 肯定已经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我就不再向大家多余的解释了 主要呢 解释前两个任务 IP编制和路由 IP编制 什么叫IP编制 其失败的一些理解 就是说呢 像网络中的一些主机路由器 给他们分配一个IP地址 那么什么是IP地址呢 我相信 大多数用网络的人 应该都明白 什么叫IP地址 这里呢 有一个简单的例子 172.15.1.1 这个网络地址 或者说这个IP地址 它前面的172.15 是网络号 1.1是主机号 而这个呢 就是一个简单的 关于网络地址的一个定义 在之后我们呢 会详细的说明 什么是IP地址的 路由是什么 路由就是一个网络之中 我们想要找到 特定的一个节点的一个路径 或者说一种方法 就叫做路由 好 我们可以有一个具体的例子 也就是网络层 基本的功能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或者说 这个网络拓谱 在这个网络拓谱里呢 有什么1.1 1.2 1.3 还有这个1.0 然后等等等等 这些编码 这些编码是什么呢 都是相应的IP地址 大家就可以理解成 比如这个1.1 就可以理解成 172.15.1.1 这个就是它相应的IP地址 这个1.0呢 是指的是一个网络的地址 就是说 这一段 这个网段的网段地址 是1.1 也就是 这儿的目标网络 所对应的地址 然后呢 我给大家举一个详细例子 比如说 从1.1 传输数据 到4.1 这个过程呢 就叫做路由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处在 不同的网络之中 所以被 转发数据 就被称之为路由 如果要是1.1 像1.2呢 这个过程 大家就可以简单的理解成 是一种交换的过程 也就是说 它是在同一网络之中的 转发的一些数据 好 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 1.1到4.1 首先呢 肯定是 走10接口 发送到这个路由器 这个路由器 看到目标的地址 是一个4.1 或者说是4.0网段的地址 它呢 会根据它自己的路由表 大家一定要注意路由表 它呢 是网络路由中的核心 只有有相应的路由表 你才有可能 把你的数据 转发到正确的地址 它在这里查阅 发现是4网络 既然是网络 目标网络是4 对应端口是S0 它呢 就会 从这个端口 将这个数据 发出去 然后呢 再发送到这个上面 这个上面同样会查阅 发现呢 端口是10 就发送过来了 这样呢 这时候这台主机 它就会 接收到1.1 所发送的一个数据 这里呢 在路由表之中 还有个距离 这个距离 它的专用名词呢 叫做管理距离 但是呢 在这里 这个管理距离 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管理距离 为什么呢 管理距离的定义 是说的是什么呢 是指一台机器 到另外一台机器 或者说路由 这个路由途径之间的 它所需要的一种管理的成本 或者说你可以就简单理解成 从1.1这个到4.1这台主机 它们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但是呢 这些数都是一个定值 而在这儿呢 这个距离 其实是什么呢 是经过的路由器的一个台数 就比如说这台路由器 它的信 它里面的一些信息 发送到1.0 所要经过的路由器 是什么 是零台 所以距离就是零 到4呢 就是一台 就是这一台 所以距离就是一 仅此而已 好 我们来进入 今天第二个任务 传输层 传输层呢 是OSI参考朋友的第四层 它呢 有四个主要的功能 其中最重要的是第四点 为数据提供 可靠或者不可靠的连接服务 什么叫可靠 什么叫不可靠 可靠 即为TCP 不可靠 即为UDP 或者说大家可以想象成 可靠呢 就是带有重传 以及验错 机制的 不可靠呢 它可能会有一些验错机制 但是呢 它不会说纠错 也不会进行重传 在因素网构成前夕 主要有两种思想 其中的一种思想是认为 要将下三层 也就是物理层 数据链路层 网络层这三层 定义成可靠的 提供可靠服务的 第二种呢 就是将其定义成不可靠的 提供不可靠服务的 一般人肯定会想 那肯定是要提供成 可靠服务的更好了 事实上则不然 因为提供成可靠服务的 那样的成本 会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 我们在网络传输的时候 对于网络数据的可靠性 又是非常看重的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该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就单独拿出来传输层 让传输层来决定 我们的数据传输 到底是需要 一种可靠的服务 还是不可靠的服务 大家可能又会说 为什么会需要不可靠的服务 在这里 我要向大家解释一下 之所以需要不可靠的服务 是因为我们在网络传输的时候 有些时候 我们是为了要求速度的 就比如说 当你在淘宝购物的时候 或者说在京东啊这些 购物网站你购物的时候 你进行一些账单的什么 查验这些东西 那需要的服务 肯定是可靠的服务 但是你比如说 你在与视频聊天 或者说语言聊天的时候 你有一些东西 可能图像啊 或者说声音 被因为网络的缘故被卡掉了 你是不需要说 再重新将这些传过来的 你只要卡掉了 那就从现在 网络恢复的这个状态 再传就好 所以呢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是 不可靠的一个连接服务 这就是传输层的最重要的功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个任务 OS在参考模型中的 绘画层 应用层和表示层 大家可能会想 我在这里 为什么将这三层 就放在最后 这么简单的一张图 来说它呢 之所以这样说它 是因为呢 应用层 表示层 绘画层 这三个层 它们的功能实在是过分容易 分成三层 实在太过多余了 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之中呢 这三层 只有一层 这三层呢 合并为应用层 其实呢 OSI参考模型 大家应该还记得 是由ISO这个组织所提出的 但是它提供OSI参考模型 其实并不适用于实际的生产生活 而最终市场所选择的呢 是TCP模型 这个模型 才是真正的网络模型 对于OSI参考模型的 绘画层 应用层 表示层 这三层呢 功能 我已经列它给大家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就好 这三层并没有太多实际的意义 好 让我们来想一下 我们今天所讲述的这些 都是关于什么的 还是那三点 简单的了解 OSI参考模型的网络层 简单的了解 OSI参考模型的传输层 简单的了解 OSI参考模型的 绘画层 应用层和表示层 好的 今天的课程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的收看